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稍微聊一下12代的大小盒設計 跟Intel之後要推出的顯示卡 這應該是我下半年開始前會買來開箱的東西 12代發表的時候大家都聚焦在大小盒的設計上 但這種東西其實大家也知道手機都已經做過了 包含M1晶片 但小盒之所以省電不是只是因為它小而已 大小盒的重點是 一個晶片上它有兩種核心 分別用不同的速度運行 你有玩過超頻就知道 運作速度更快的話 難免需要更多的電 因為電壓有可能會比較高 但這不是等比例的 反而會要更多的電才可以讓速度稍微高一點 所以相反的 如果今天有部分的核心它可以跑比較低的時脈 那它對於能耗比是一定有幫助的 這就好比火車跟捷運他們車站距離不同各有用處 但目前12代的H系列規格都出來了 按照英特爾往年一年一代的慣例 13代現在網路上你也可以看得到消息 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搜尋 簡短的來說你會發現 英特爾它都是增加小核心E-Core 而不是增加大核心P-Core 像12代的i9-12900H 它是6個大核心跟8個小核心 英特爾在H版它砍了大核不砍小核 你網路上看到的13代也是加小核不加大核 從現在的顯卡架構與最初AMD串起的Zen 2到Zen 3 模組化年核心是最直接的方法 那如果你擔心太耗電的話 要年澆水也是先年運作速度較低的小核心 那這邊我想要特別提兩點 第一個是C代的產案跟12代的耗電量都已經告訴我們 現在英特爾的大核心它還是很耗電的 隨著半導體速度的趨緩 我認為要再加大核心或是增加大核心的數量 我覺得可能性會相對的比較低 第二是英特爾在2016年發表的E5 2699 V4 已經22顆核心了 它最高的時脈才3.6G 這種平台對於遊戲的表現是很糟糕的 軟體要跑得快其實不是只有加核心上去 半導體製程也不是只要砸錢請人就可以解決的 還是要依賴時脈跟架構 所以大小核架構的優勢 就是把分不出去的工作給厲害的人做 分得出去的工作給更多人做 這就是在製程改善有限的情況下 有效提升性能的方法 那再講一下英特爾的顯示卡 從英特爾之前的內顯晶片架構就知道 其實英特爾做顯卡已經一陣子了 只是之前都做內顯 那ARC晶片它的大小已經很大了 你要知道在Radium 2 AMD之前 是沒有跟70系列以上競爭的能力的 英特爾的第一張獨顯 它就標榜要跟3070算是很有野心的 那我們也期待之後的發展 雖然現在的顯卡價格有稍微降低一點 但你短期要單買顯卡我覺得還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會計畫說等到英特爾的顯卡出來之後 然後我再搭整機組一台12代來玩玩 反正我的遊戲也就是開開飛機跟車子 沒有光追也是玩得下去 而且現在3050跟6500都賣這種價錢了 我想英特爾的顯示卡首波CP值應該都不會差到哪裡去 因為大家都很差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那希望可以早日開箱分享給各位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